2016年总统大选人选 民进党除了蔡英文、苏贞昌之外 赖清德必然是另一个被提及的名字 四年前他也60万票 六成的超高得票率 当选首届的台南直辖市市长 在媒体的民调之中 施政分数年年居全国第一 他坐在我们面前 说话不及不徐 谈的是市政 用的比喻都是医学 用国民党的政权 就像是B型肝炎一样 寄生在肝脏里面 让台湾慢性发源 赖清德的父亲是矿工 在他两岁时因火灾丧生矿坑 母亲在矿场打零工 带大六个孩子 他在三十岁之前 都在为成为一个医生做努力 大学考上台大复健系 当兵退伍后 又报考成大学士后医学系 毕业后 在成大医院 担任肾脏内科主治医师 与此同时 他与初恋女友 吴美如结婚生子 但三十七岁那年 他突然跟母亲说要从政 应人家的邀请来帮陈静人助权 陈静人那时候讲说 四百年来第一站 要讲台湾变青天 那时候我们认为 国民党实在是 贪污腐败到不行 2010年担任市长至今 由台教变成座教 由问政到施政 已晃眼十八年过去了 测调英雄传里面 周伯东不是被关在桃花岛吗 自己一个无聊 他被关了十几年 他就双手互打 我看了这段的时候 我想说未来我一定会很忙 时间不够用 牺牲了全世与家人相处的宝贵时光 其实也觉得蛮可惜的 就你年轻的时候 你对整个人生的看法 跟现在这个年纪的看法 其实是完全不一样 其实人生最重要的就是 天伦之乐 孩子的成长 有机会跟他们在一起 半个月前 他宣布这次选举 不中断市政 无社总部 不插旗 不立看板 不用宣传车 然而台南市大街小巷 随处可见市议员 里长候选人 与他的合照看板 台南市竞选文宣 几乎变成赖清德姓氏的文字游戏 民进党候选人 在看板上写着信赖 依赖 敌人的文宣批判他 无赖赖皮 但无论蓝绿 无论喜欢或者讨厌这个人 可以确定的是 台湾政坛应该还会跟 这个矿工的儿子 赖上好几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